手工組陳先生 到新家燕屋時發現 眼前這個大陽台怎麼沒有門 難道是要它跨欄過去嗎 不問提醒買房小白們注意 設計圖要看清楚 建商用詭協的方式回應 要屋主當成跨欄跨過去 原來屋主沒有注意 建案的設計圖誤以為是落地窗 結果只是宇州安裝室外機的冷氣平台 不過這個大平台 似乎不只陳先生會誤會 當初我們在買賣的時候 銷售都有講 平台上甚至有排水孔 大到可以裝得下洗衣機了 讓大部分民眾低直覺會覺得是陽台 不過其實建商在設計圖上都有標示清楚 在銷售時也有特別說明 只是這麼大的空間不想浪費 對 住民眾想要把窗戶打通改城門 希望能增加空間利用 但這樣可以嗎 如果他要把它拆掉變成落地窗的話 這是違反建築法規的 那裝修期如果造成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們會要求住戶恢復原狀 建商強調 算是更改結構外觀就會違法 而這空間當初就是預留座 放置冷氣室外機使用 且不佔室內坪數 如果住戶甚至打掉重建 不只得面臨恢復原狀 原本的防水保固恐怕也會跟著失效 恐怕只能按照建商原本設計的功能做使用 TVS新聞顧首昌台南報導